我的信心有变化 1月5号 杨氏采访我的时候 我回答是很有信心 那么现在我要回答的是 充满信心 之所以充满信心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 第一 从市场供给和需求看 新冠疫情防控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防控的政策 也做了优化和调整 可以说 对房地产供需两端 都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二点 从市场的预期看 今年1月2月份 全国商品房的销售 一手和二手 结束了13个月的负增长 虽然70个大众城市的房价 有涨有跌 但总的看 价格是平稳的 同时保交楼的工作 在扎实推进 房企的合理性融资 也得到了改善 第三点 从政策的落实情况看 购买首套住房的 大力支持政策 购买二套住房的 合理支持政策 已经出台 正在落实见效 不让投机炒房 重新入市的 原则不支持 三套以上 购房的要求 各地也在认真落实 我基于以上三点的考虑 我的信心 要充满信息 但同时 我也要强调 我们期望的 购买回升 应该是 第一 是牢牢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炒的 定位的购买回升 第二 是大力来支持 刚性和改善性需求的 购买回升 第三 是防止市场 大起大落的 购买回升 第四 是促进行业 高质量发展的 期望回升